好,又来到我们的投注界面了 继续和大家来说 来到11月23日星期三 跑马地赛马日的赛事 这次我们的系列叫做单Q一窗过 和大家玩两个马匹 最主要我们买到的场合 就是这场的第三场 这场第三场就是我们的四班 草地斯兰1650米的赛事 在这场马上 就想和大家简单单 买两个马就算了 所以这次我们第一个会选到的马匹 就想选择这6号的 红中列马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这只红中列马 来买呢?原因就是 看到红中列马 其实最近状态非常好 大家看看 这只红中列马在今季 跑了两场 两场里面已经能跑到一个第六 一个第一 最近已经是说赢了马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只马最近状态好 成绩不差 在未来的这一场呢 仍然都是说有威胁的 因为大家看回这只红中列马 上场是怎么样赢马 它上场是赢哪些马 其实红中列马 上场是说赢天爱飞天 熊龙 林文林武 就是说是威之星美之妙新境界 风继续吹这些马 其实这一阶马 都是一些沙田千四米 几强的马匹 就好像这只风继续吹那样 风继续吹这一场马 跑到第八 输轨了给红中列马 但是之后他再出呢 跑马地千二米四分的赛事呢 他都是说能够保重赢得到马的 另外那些威之星 卫尼忠程也是 威之星今场马 就是说输轨了 跑过第五 但是他之后再出呢 都能够入到夹头三名的 卫尼忠程也是一样 卫尼忠程今场跑第十三 但是之后再出呢 他都一样能够夹夹头三名的 所以我认为红中列马 上将对着的对手呢 都是说挺强挺厉害的 而红中列马这么轻松 就能够赢得到马 所以未来的这一场马 其实我觉得红中列马 都是说不可以忽略的 而且再加上 一直以来 我觉得这一只美之妙 都是说一只不差的马匹 即是说未来的这一场马 有潘顿骑的三号美之妙 其实这只美之妙 我觉得他不差的 但是居然 上将美之妙 都要跑过第六 输轨给这一只红中列马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一只红中列马 在这一场马上 真的能够赢得挺高下 还要再加上 看得到这一只红中列马 最近的操练 都是对板 都是挺积极的 大家看看 这只红中列马 上将在10月9日出完赛之后 居然他都是说想去重化 操一操才是说 下回来香港 这一只红中列马 其实今季 都是说从来未试过 想重化你去做操练的 但是居然这次突然之间 第一次这样想重化 我觉得 练马斯其实就是说 赢完想继续再赢 趁这一只马 最近有状态 今次想重化 操多他一锅 就是说赢多一局 真的不奇怪 还要再加上 这只红中列马 他一直以来的跑法 都是说比较主动一点 能够摆前来走 摆前来放的 跑法主动的马匹 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一场马 都是说挺好处的 因为今场马 其实快马 不算是说太多 要快要抢的 那些马 今场马 都是说排出一些劣当的 大家看看 其实今场马 快马 就是这只8号的蔡德义 这只8号的蔡德义 其实是一只 挺快的马匹 他一直以来的跑法 都是摆前来走的 今次用10磅 他肯定是说放的 但是今场马 这只蔡德义 都是说排出12档烈档 所以我相信 他抢出来 都是说比较难一点 那么 他很大机会 都会被人顶的 随时是说 给这只红中列马 来到他顶 所以 在没什么快马 走的情况下 我觉得排出漂亮档 排出七档的 这只红中列马 在未来的这一场 就挺好处的 所以今场马 我觉得这只红中列马 都是说可以来到他 试一试 配上班德义 这个赢马拍档 上去 最近也是班德义 赢他 今次粗乱组组 上为重花 最近有状态 这么好 可以来到他试一试 所以我们第一只会选到的马匹 选回这只六号的 红中列马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选择到的马匹 之后 就来到他讲回我们 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我们第二只会选到的 就想选回这只四号的 红砖勇士来到他买的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这只红砖勇士呢 我们先来看这只红砖勇士 那个赛迹 那这只红砖勇士 今季就跑了两场的 分别是一场的跑马草地赛事 另外一场就是沙田草地赛事 那1200米跑到1400米 那两场都是四班赛事 而成绩方面 这一只马 最近那两场马 都是说跑了第八 和第六回来的 成绩不算是说太好 那但是为什么 在来这一场马呢 我们都会选择这只红砖勇士 来到他买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只红砖勇士 最近的赛迹 根本上就不能够阻准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这只红砖勇士 上将陈家晞怎么跑 红砖勇士 就是这里的这只 红衣白帽 4号马匹就是他了 我们一起来看 陈家晞如何发挥 其实在头段时间 这只红砖勇士 都没什么问题 因为一直是贴着蓝跑 排着一档 都很难有问题 因为他上场 排着一档 你怎样可以有很大的问题 没可能的 肯定是贴着蓝跑 没什么问题 但是 为什么会说这只马上将不能够阻准呢 大家就是说 再看下去 看看这只红砖勇士 之后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去到转弯入直路之后 现在目前来说 最后 那200米左右了 200米左右 其实这只红砖勇士 都是说挺有小的 还留守在内南 第二位的位置 还有小的 其实都抛来后面 那些对手 都很多个马位的了 但是为什么 最后他都会输呢 就是最后 那一下 关键就在这里了 去到最后 那50米左右了 其实这只红砖勇士 的骑士 是说 急了起身的 为什么突然急了起身呢 就是因为他突然之间 是说没有位来到去看空 前面这只马呢 是说挡鬼住了 他那条跑线的 看到吗 这只红砖勇士 是说被人夹住了 没有位来到去看空 在那条蓝和马之间夹住了 没有位来到去看空 就搞到这只马呢 就是说 骑士要夹起屁股 后来那几步 跑不到 所以就是说 这只马 后来是这样 才是说跑第六回来的 是夹起屁股 这样跑第六的 所以这些这样的第六 你说能不能够做一场呢 其实我觉得实际上 如果他不是这样 被人夹住了 要夹起屁股 来跑的话 只推来跑的话 其实他 根本上 就应该是说 能够入到三甲的 那这只马 你看他 在最后一百米的时候 他多小 还能夹住 这只马 有小的 在涌上来的 但是就是因为 他被人夹过一下 搞到骑士 要收僵 这样夹起屁股 所以我觉得 这个第六名 是完全不能够做一阵的 大家真的 不要让他最近的第六 误度了 以为这只红砖勇士很差 实际上我觉得不是的 还要再加上大家看看 这只红砖勇士 上将对着哪些对手 其实上将他对着的对手 都是沙田的强组 他在对着 同声同气 桃花多 陆鼎记 领航传奇 红龙这些马 这些马都强的 对吧 好像这只同声同气 同声同气这一匹马 根本上他都没脱过三甲 对吧 一边两个第二 赛职很好的 那之后 陆鼎记这些马 陆鼎记这一匹马 今场跑第三 也就是说 10月23号 刚刚才和那只 红砖勇士那一场马 他就跑第三了 但是之后再出 人家都保重赢得到 那之后你再数了 去到今场马 跑第四的领航转旗 和跑第七的精彩生活 这两匹马 上将都是跑得差 跑得不太好 但是之后他们再出 都是说能够进入得到 夹头三名的 对吧 所以其实 上将红砖勇士 对着的那一组马 都是强组来的 而红砖勇士 上将尾末段 那么有势 纯粹只不过是说 被人夹一夹这样 跑过第六回来 但是他又输不远 对吧 都跑近那马群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只红砖勇士 在来这一场马 再出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回他 因为 这一只马 上将也是说 用陈家熙来骑的 对吧 用陈家熙骑的马 其实可以打个八折 打个九折 对吧 但是金将 这一只红砖勇士 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他是说 特意强配 那么 这次是放布门上去的 而不再是陈家熙 放得布门上去 我觉得这一只马 很明显 金枝 就是说跟你来了 很明显 就是说 跟你博杀 还要打完王牌 打完王牌 放布门 转到路程 你看看 这一只马上将 跑沙田千四 对吧 金将它不是跑沙田千四 金将它是说 转去跑跑马地草地 四班1650米 而跑马地草地 四班1650米 正正就是这一只马 之前在5月25日的赢马路程 这一只马 是在四班跑马地草地 1650米赢过的 这次反显相同的路程 班次场地 配布门 还要打完王牌 所以我觉得 他很明显是来了的了 所以金将马 我觉得这只 红尊勇士 都是说要选回的 更何况 再加上 賀賢这位练马斯 其实最近很明显 他都是说 分配一些实力马 给布门 来对騎的 好像上个赛马日 那样 上个赛马日 他就是说 给了一只好拍档 布门来对騎 而布门也是说 很轻松地 赢得到那只好拍档 交出好的表现 所以 其实这对騎连 都是说有料到的 他们也是说 会赢马的 赫然也是说 会选择好马 给布门来对騎的 随时 今次这只 4号的红尊勇士 都不例外 配布门 搭着个三档 我觉得挺值得 来到去买的 所以我们第二只 会选到的马匹 选回这只 4号的红尊勇士 来试一试 看看今次 强配都报问了 能不能够帮这只马 保重 赢得到马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会买到哪两匹马之后 就来说回 我们的投注策略 今次 我们会买到的彩池 就是连赢及位置Q的 这个彩池 用这个彩池 去买我们刚刚才提及到的 那两匹马 就可以了 今次就是这样买 对了 如果大家和我们同路的话 那我都不妨先试一下 这两匹马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赢钱的 我都祝大家 赢多赢了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先 今天大家记得 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